说完了吗 嗯 说完吃饺子 你总是把什么事都给我安排好 总想让我听你的 去哪个企业做什么工作 都是你定的 还有这事西书 那个眼镜 头发的长短 说什么话 当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你想得比我稀 但以后不管什么事 咱能不能商量着来 那就这样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那就我去 就别回来了 等会我研究一下 新洲市公园招可流程 你不反对的话 那就怎么做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强迫别人 你当男的主义你就说 不就是想让我顺着你吗 还有别的问题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让我喝药吗 你让我喝药吗 你让我干什么 我都照着做 跟谁就硬说 敢说什么话 注意什么 都是你喜欢的 你不想生孩子 要做独立女性 也能实现自我价值 我没投过一个反对表吧 瞧瞧你 其实啊 我早就喜欢你给我安排那些事 你脚上都特好 从我认识你开始了 工作 生活 我都特生气 你觉得怎么样 不过一个人的窗户 我的男人 我每个人都不得无 我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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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